兄弟们看一下图片里的猪在干嘛 传说这种猪叫做拜佛猪 今天咱们讲讲猪的故事 主角叫苏宁 他的爷爷是个杀猪将 死在他爷爷手里的猪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但一般人不知道 杀猪也有杀猪的规矩 有几种猪那不能杀 突然有一座白毛的猪叫做白头猪 据说沙拉家里必出丧事 还有五指猪不能杀 说这种猪是带着前世记忆的人 投胎转世而来 五尾猪也不能杀 沙拉可能会导致自己断子绝孙 寓意无后 还有就是刚刚图片里的拜佛猪 不能杀 说这个猪有灵性了 那么苏宁他爷爷杀猪杀了一辈子 什么样的猪都见过 规矩也懂 但最后还是出事了 苏宁11岁那年 他爷爷帮戈壁村杀了一头猪 结果当天晚上 爷爷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吊死在村口的槐树下 人被发现的时候 全家人都懵了 你头一天好好的人 第二天没了 村里的人都说 是老爷子杀生太多 遭报应了 毕竟乡下地方 大伙都信这个东西 不过人既然没了 白事肯定得办 结果当天晚上 苏宁也出事了 不知道几点 苏宁正在给爷爷守灵 打着瞌睡 迷迷糊糊的 就感觉有人从院子外 走了进来 苏宁立马打起精神来 看是哪个亲戚过来奔丧了 结果抬头一看 来人穿着古代官袍 是一个男的 看到脸的时候 居然是个猪头 带着一个金冠 对着苏宁就呲牙咧嘴 说你爷爷该死 你更该死 然后苏宁就昏了过去 等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四天后了 大伙和一位老和尚 在照看苏宁 见他醒了 就和苏宁说了 那几天发生的事 就他突然昏倒在灵堂 第一天和第二天 每天一到晚上 就会发出那种 猪被宰食的惨叫声 后两天 每天晚上都和猪一样 哼哼唧唧哼唧唧的 叫医生来 医生也没辙 后面惊人介绍 找了灵溪师傅过来 总算把他给弄醒了 说完呢 大伙就拉着苏宁 要给灵溪师傅 下归道谢 灵溪师傅 受了苏宁一败之后 说这都是命 他爷爷杀了一辈子的猪 都没事 可最后 居然碰到一只灵关猪 说这个灵关猪 是天上神仙的分身转世 是下来杜劫的 他只能老死 不能被杀 结果就被他爷爷给碰上了 而苏宁是他们家的毒苗 这个灵关猪 时间不到还回不去 肯定不会放过他 而至于灵溪师傅 他只能暂时的帮苏宁压制 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麻烦 必须要苏宁自己 结理实践大功德 不然以后 一样会出事 之后 这个苏宁就跟着灵溪师傅一起 踏入了不平凡的世界 和那只灵关猪 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这都是后话 一些古老而神秘的规矩 它从来不是形式 你可以不信 但不能不敬 好了 我是老票 下个故事见 下个故事